來吧 輝哥, 我們山場水縣來到粉嶺 一定有好東西吃 你怎麼吃呢? 我有個老友寄, 叫漢哥 小舖搬大舖 今天請我們來吃客家菜 客家菜我很少吃 不過我知道它是以越北梅洲為基地 而且還遍佈了廣東、廣西、福建、香港、台灣 它的菜式還是千變萬化 你急口令挺快的 又說很少吃客家菜? 好, 餵食 好, 聰明 拜託你找韓國, 這邊 好 韓哥, 你好 你好, 畢哥, 你好 畢哥, 你好 我經常來這裡很漂亮 是 吃客家菜 你怎麼會這麼沉迷煮客家菜呢? 其實香港地方吃客家菜很少 你可以嘗嘗我們的客家菜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豆豉蒸豬肉盆 豆豉蒸豬肉盆… 一般來的雞草要蒸兩天 蒸兩天? 要蒸兩天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一天蒸軟, 讓它入味 入味後就比較好吃 他們是用來逃犯的 這樣, 而且這個豬肉盆 一般客家人都是冬季前後 或過年後, 他們會做兩三底 因為以前交通不太方便 是 他們沒那麼多時間出去市集 採購食材 這個鼻樞肉的味道異議 你快點放進口吧 你別以為 規哥, 夠好, 甘香, 你嘗嘗 我剛才吃的那一塊 師傅配了一塊瘦肉給我 對 真的很適合我 一點都不韌, 一點都不粗 味道很濃, 又不會太鹹 豆豉味道很香 除了說豆豉之外 我們的果皮也很好 幾種材料混合 蒸完之後, 第一天蒸兩小時 將來蒸多一個小時 吃了這個肥豬肉一口, 比瘦肉好吃 當然了 這麼多 如果我們公司平時 如果瘦肉多, 肥肉少 我們會被客人罵 他們直接用客家來罵你 你也害怕 你也害怕 是這樣的 你曉得不曉得做, 曉得說 翻譯 對 什麼水… 你曉得不曉得做 曉得… 你曉得不曉得做 因為他們大部分會把較肥的肉 用來做豬肉盆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吃的 是嗎 對, 很香, 真的 我們試試這個 這個你還沒吃過 叫什麼名字呢 貴野野 這個是門鮮的花膠 漢哥, 這個也不像我們平常吃的花膠 但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是用粗鹽來包 一定要包得全都泡 它會像棉花一樣, 像脹身 吃下去, 味道完全跟外出吃的花膠 是兩回事 但其實功效仍然是一樣的 因為它始終都是… 請問有什麼功效? 其實也是很滋陰的 這個我們叫做 聖瓜蝦米蚊的沙頭角魚錶 全香港最有名的炒魚錶的地方 就是沙頭角 因為他們是… 以前他們一向是用柴火, 用過大粽 我明白你說什麼 對… 從前我們還可以有炭、柴火 對… 當年我和你去沙頭角 你去中英街買菜 又帶我去 後來就撕掉我了 你沒有禁區症, 我怎麼帶你進去 不知道是否有法 輝哥, 善闖禁區 我們有回鄉症就行了 不行… 那裡不可以 誰呢 我們在裡面叫原住民 原住民, 這樣變成我們… 你也是嗎? 是… 我是原住民 這個魚錶, 如果你說是花膠 它比我們平常吃的花膠更好吃 因為中間有些空洞 吸收湯的胡椒味 然後我一咬下去的時候 就有些爆汁的感覺 很乾敗 不知道, 但是咬下去的時候 沒有那種爆汁之後 再有那種爽脆 是 很厲害, 師傅 它這個就是用鹽爆的 是… 好 你再嘗一嘗這個 你看你吃不吃的是什麼 我先嘗一嘗 Vicca 它的顏色很深 我不介意 夾下去又有點實實 是否可以吃肥豬肉 口感就像鮑魚, 是不是? 我吃過了 墨魚燜豬肉 其實這個墨魚燜豬肉 我們真的要吃一個士領 將近清明 清明的墨魚就會在深水的地方 游到淺水的地方去散春 是的 那些原民朋友捉了之後 我們會跟他們拿回來 是 我們全部拿新鮮的大墨魚 不是說拿急凍的 炆完之後, 用棉花 這些吃起來就像吃鮑魚一樣 是的 但我們用本地豬 本地朋友自養的黑毛豬 兩者混合起來就可以了 請教 墨魚和豬肉要炆多少個小時 其實接下來要分步驟 是 這樣我們會先燜豬肉 大約煮20分鐘左右 我們才會把墨魚放進去 然後呢 墨魚就不要飛水 然後就… 不要飛水? 不能飛水, 你切了之後… 因為你一飛水, 它會少了香味 我還是以為會回家, 摺… 因為這些是新鮮的墨魚 不是乾的墨魚 是的 所以, 加上後 口感很好吃 有什麼配料要加的? 其實… 我想家裡煮的 最主要是南魚, 豬肉很漂亮 其實很少吃墨魚 我不是一顆牛 我剛才一直小小小的 因為剛才吃到墨魚邊的位置 第一口咬起來好像鮑魚的裙邊 是 感覺 然後我再咬小小一口時 我發覺一直咬 它一直有糖心鮑魚那種 會咬一下, 會有多一點味道 有時候食物咬一下後會越來越淡 是, 材料一定會新鮮 是嗎? 那麥魚要炆多久? 你大概炆了豬肉後 20至25分鐘才放在麥魚裡一起炆 頭、尾、前頭, 炆45分鐘左右 很久了 45分鐘以後, 你看它還好像有很多汁水 不要管它, 再開大火, 蓋開蓋子 用火, 迫在膠汁上 好 對, 這樣 但又不怕它硬了嗎? 其實45分鐘, 它什麼都會鬆開 如果你覺得它好像硬了一點 迫好之後, 再蓋上鍋蓋子 不要管它, 出去喝杯茶 漢哥的招牌響亮 我又不相信你買完豬肉之後 買雞也買得這麼棒 你還是買一些本地雞 本地雞… 本地雞從哪裡來的? 它也是在香港地方養的 這個菜菜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黃酒炒雞 黃酒雞? 黃酒雞 以前他們全部都是煮的 就是煮雞湯 我朋友生小孩, 我有吃過 對, 因為我們想大眾化口味 不會說吃完黃酒雞, 駕駛不了車 我們把黃酒的酒精濃度 然後它已經揮發了 揮發了, 揮發完之後 你吃下去, 它是甜的, 香的 就不會有酒味 對, 剛才你的菜菜一拿過來 對, 很香, 很香, 很香 很香, 很香, 很香 我還想問 最壞輝哥 我們不等他, 吃起來更漂亮 為什麼這雞會香得來是甜的呢? 因為黃酒本身是甜的 黃酒是甜的, 黃酒是用糯米做的 你的雞做完之後 最後的步驟 你的黃酒是否一分钟 我把酒給雞吸收 吸收, 即是我們的肉擠了 這樣酒的糖分有50度 是 我們把它濃縮, 濃縮 為什麼? 其實我也有在家做過 是 但是我去買糯米酒 味道不太濃 你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些糯米酒 其實以前我們是自己做的 但是現在你知道… 什麼自己做? 走也自己做 不行 我自己做就走的 為什麼? 但是現在來說, 地方有限 我們還有一些僅存的親戚朋友 好 在沙頭角裡面 對, 我明白 說給我們爬一些, 讓我們用一下 什麼叫爬? 他們客家話是做 好 就是養製 對, 養製的意思 你怎麼才會做客家菜? 我只是一味靠癡 什麼… 這樣嗎? 以前小孩子家裡很難吃飯 我走過, 輝哥, 你家裡 看你吃什麼菜 適合的, 我們那些很老實 適合的? 吃飯, 坐在一起吃 可以嗎? 是的 這樣嗎? 對, 因為我們小孩子是這樣的 所以我變成在你家裡吃完你的東西 我就知道 譬如伯母煮什麼菜 味道是怎樣的 現在當我開店的時候 我就煮出那個味道 碧琪, 上海菜你吃得多了 好, 我今天帶你去上海隔壁吃東西 上海隔壁? 就是東南西班? 灣仔 輝哥, 你說內地還是香港? 香港, 上海隔壁就是浙江 我今天帶你去灣仔這裡 有一間江節菜館吃東西, 好嗎? 明白了, 走吧 走吧 的琪 怎麼樣? 我介紹你的認識 又是米芝蓮餐廳的大廚, 龍哥 星星龍哥,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請碧琪吃什麼呢? 今天請你來浙江菜 我先介紹你們三個冷盤 第一個是醉雞 馬爛頭 這是醬蘿蔔 在浙江都是素有名氣的 行不行? 不知道, 觀眾聽到嗎? 很香 清爽的大聲 是不是完全聽到? 真的碰到爆 蘿蔔真的很棒 我聽你的口音, 你是廣東人 那倒不是 我本身是江蘇南京人 從小就跟著揚州師傅、浙江師傅 學出來 那你學藝的年才出來自立門戶呢? 老實說, 手藝的東西 頭四年學師都要做皮毛而已 你起碼有十年的自己努力研究 才會有一點點成果 尤其是廚藝的東西, 做到腦就學到腦 潮流的轉變 要適應潮流 否則很容易被人淘汰 你說的潮流 我看到這裡有一道菜 是 於甜筒的問題 我跟兩個兒子經常來吃 告訴你, 這叫甜筒 其實酒不是甜筒, 是什麼? 有什麼和什麼和什麼? 黑松露配搭蝦仁 這個了 對, 嘗嘗, 嘗嘗一嘗 就不像太單調, 只是吃蝦仁 你經常吃蝦仁就像… 每次都濃進蝦仁, 變得太單調 這個是雞迷 有個雞迷, 我們有生菜雞迷 我們也能吃, 所以輝哥也能吃 我吃過很多次這個 生菜雞迷, 我們就轉變 進入甜筒裡, 又很受歡迎 很棒 年輕人吃到, 又挺有趣的 對, 很有趣 雞也有, 蝦也有 對, 我們再來就是牛肉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有時候 冬筍靚、春筍靚 我們配搭一些冬筍或春筍炒牛肉 輕微辣辣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 由第一天開業的標誌 謝謝你, 謝謝輝哥 我們吃到松子 我想問那個是松子還是松子 你可以用松子的松子 兩種叫法都是一樣東西 很香 這是配搭的菜式 吃起來有脆, 有松子 也可以說松子的香口 對, 因為松子的尺寸 好像比那粒雞米更大 對, 其實松子比那粒雞米更貴 吃完甜筒 接著我吃過 是 東坡肉又如何呢? 輝哥, 這個就是牛肉 不是東坡肉嗎? 不是東坡肉 東坡肉就是以前蘇東坡 去杭州的時候 做西湖泛南的居民 送了豬肉酒給他 是 他給了一個御柱 御柱把酒煮豬肉 是… 成為一個到現在的浙江名菜 但是有一次 我們一群朋友聚會 外國朋友一起聚會 是 我叫了東坡肉給他們吃 但有些朋友不吃豬肉 我聽朋友說 突然一句就想起 給我一種構思 說為什麼有豬肉就沒有牛肉呢? 我想想也是 是的 我們的團隊嘗試去尋求一種牛肉 希望是浙江做法 是 造成像東坡肉的做法一樣 我也是第一次聽東坡的牛肉 很漂亮 謝謝, 伯父 我們用的牛肉 最後選了很多東西 我們用的是美國牛肉 是 安格斯 我們的煮法跟東坡牛肉一樣 用黃酒煮炒幾個小時 是 當然你說東坡肉帶甜一點 牛肉我們試過很多人 牛肉始終甜就不好吃 對, 稍微帶鹹一點 你試試一下 通常東坡豬肉是超級肥的 對 所以很少吃 有些女性未必適合 淺嘗… 對 但這個就這樣看起來 好像很靈性, 很適合我們 它有帶一點肥 不會硬滑滑的 你以為美國牛肉就可以了 味道很合格 這樣我們的團隊做了東坡牛肉 也不錯, 大壽歡迎我 品嘗的客人也給意見, 不錯 其實浙江菜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創造 但我們一定要用浙江的原材料 去做一件事 海鮮的浙江菜特別多, 去沿海 所以… 看到了 是 你現在有道菜 是 是 刀漿一流 是 這個菜式的名堂是什麼呢 龍鬚鮭魚 那個就是我們的… 最主要是原材料, 香港就是鮭魚 我們用鮭魚絲做 好了, 碧琪 我馬上幫你拌 因為這個要將… 是什麼味道菜? 這個是…大頭菜 大頭菜 棒 是否因為鮭魚的肉味 比較薄, 所以用大頭菜來配搭呢 就是會帶著香口和脆身 就是一個配搭, 吃下去, 謝謝 這個…很難處理 這個竟然讓你弄出一個正菜 龍鬚鮭魚, 其中一樣 最適合我們吃 就是因為它是一口肉 對 又不用刺骨 如果小朋友弄人家就很甜 還有一點甜酸 對, 這個真的最棒 你來評判一下這個 還沒吃嗎? 怎麼樣? 一點也不腥 不會一咬下去, 超級油 重要是它的味道剛剛好 因為平日大頭菜比較鹹 是, 但我們也要浸, 要適中 要配搭 如果你這樣切出來, 一定是鹹的 所以一定要配上去 魚絲就是一個刀工 還有一個炒, 你不可以拉到老身 魚是很容易熟的 是 火候一定要掌握得好 龍哥 是 這麼多江節菜 是 有沒有傳統的介紹給我們吃 好像這個蓮膏炒肉蟹 對 也是我們的招牌菜 有很多客人的食物 這個必然好吃 對 永遠一看到這個蓮膏炒蟹 就第一時間不是想吃蟹 就是主角 是的 是想吃蓮膏 女性很多都是選擇蓮膏來吃 為什麼呢? 我們的蓮膏, 做法 各司各法 是的 但是我的蓮膏, 首先我給湯 給味道, 先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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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如果蓮膏馬上跟蟹煮 它沒那麼快入味 進不去味道 對, 沒那麼快入味 我用湯來味道煮蓮膏 蟹炸了之後, 我把蓮膏放進去 蓮膏本身已經有底味 沒錯 再混合蟹的鮮味 我們有自己做的醬料, 加進去 老抽 沒有上海青那麼深色的金黃色 好, 幸好是什麼呢? 色素, 味道不會太濃 你做這間酒樓的大廚 六、七年間竟然可以推神出身 你的秘訣在哪裡? 你說做餐飲, 做食物 最重要的是心得 你做每一道菜 演員我們師父教授 你不要當作是一道菜 你當作是一道藝術品 你說得真好 老實說, 菜很多師傅都會炒 但是你的心得很重要 這兩道是什麼點心? 前面這道是鮮肉酥 真棒 上海人在浙江一帶吃的 我們這裡是當月餅 我們8月15日當月餅賣的 非常賣得 這道是黑椒小燒餅 裡面的蔥和香口 兩個不同的食法 這道只有火腿溶在裡面 所以還是鹹的 鮮肉餅在浙江一帶 很多小食館都可以做的 很多蔥 對, 以蔥為主 菜肉包的感覺 對, 以蔥為主 有火腿溶、冬菇、黑椒 幾樣配搭的材料 有芝麻在表面吃起來 又香脆又酥 為什麼Fan現在想到 這麼新穎的配搭呢? 現在像我們做浙江菜 也不能只用舊式 用新舊式去配搭 是 因為我們要跟著潮流走 年輕一代的喜歡特別一點 精緻一點 老式, 我們有老式的菜式 要保持原汁原味 就像蓮糕蟹 有些清蒸豉魚等等 燉豉 那些我們一定要做傳統的美食 新舊配搭呢 你才能夠在飯店裡吸引客人味 好, 龍哥 今天謝謝你 謝謝 你教授了我一堂 謝謝 沒有…千萬別這麼說 學過很多東西 只吃豬道 輝哥, 我計算過了 原來我們吃完剛才的浙江菜之後 一共在這幾個月裡已經吃了36間菜館 就是說平均每一集吃了2.8間 還有, 我們已經吃了180道菜 所以平均每一集 我們都吃了13.9道菜 你說我們是不是很誇張? 一點也不誇張 最誇張的就是你重了8磅 沒這種事, 沒可能 觀眾的眼睛是最雪亮的 我們這個節目, 輝哥餵食油 最大的得著, 不是你重了磅 是我們偵合了大江南北 頂級廚師, 盡顯手藝 吃到我們天天舔舔舔舔 雜舔也這麼美味 對, 特別感謝輝哥來 教了我這麼多東西 而且我還可以向了這麼多廚師偷師 我一定可以回去煮給亨利吃 他一定會說正的 簡單而已, 他下個月就重了8磅 幸福嘛, 沒所謂 輝哥,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樣 吃完180道菜, 不夠的 吃夠300道菜,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去哪裡吃? 我現在帶你去 英國, 法國, 美國, 意大利, 西班牙 現在帶你去 剪鑑定紙 作詞1個